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今天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波叔的生平。 梁醒波的表演艺术,一,爆肚作为丑生王。梁醒波擅长逗乐,最突出的表演方式,是他会随时不按剧本的顺口爆肚,即是临时在舞台上自创台词,不经意的插科打云,往往引起观众捧福大笑。 他的爆肚手法,本来多用于粤剧表演,后来亦将这手法带到电视综艺节目《欢乐今宵》之中。 而,鞋角在粤语电影中,梁醒波擅长演鞋角,正于利用面部表情,说话节奏和形体动作演活角色。 由于演技出色,往往能反客为主,令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 由于他的鞋角造型深入民心,更发展成一系列的外老和乌龙王电影。 外老电影系列包括有,1952年的外老拜寿,1953年的外老嫁女,1957年的外老遇鬼及外老添丁。 乌龙王电影系列包括有,1955年的红运起当头,1960年的乌龙王发达记,小宝宝七戏乌龙王及乌龙王飞来艳福等。 3. 广东余王电影系列包括有,1961年的南北和,1962年的南北一家亲,1964年的南北喜相逢等。 3. 当中他以广东佬之态,与外光佬刘欣甲对碰。 各位关于波叔的生平事迹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讲述波叔的生平,希望大家继续收看。 不要错过啊,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啊N与啊Lam频道,和记得按下个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谢谢你所抓的,真的。 好,拜拜啊! 感谢观看